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到底怎么回事 阿萍说的都是真的吗 八年前 你们去过长安 其实这件事 说之前想清楚哦 我已经在药铺里 买了你最喜欢的震毒 披霜 鹤顶红 听说搅拌在一起 非常好喝哦 你其人 说之前想清楚哦 我们大唐有四大发明 我已经在你所有藏私房前的地方 都买了火药 想要我一声令一下 它们就会湿 骨 无 存 无恨 阿端 说之前想清楚哦 你的那些小宠物们呢 我都已经绑在烤炉上了 只要我一点火 我们今天晚上就加餐了呢 那接下来 阿婉 你有什么问题吗 嗯 我还有好多奏折没看呐 有时候工作多了 真令人兴奋呐 我先走了 你 西域进贡的鸡匹汗血宝马 马上到预产期了 我得陪他们戴上 汗血 告辞 软红楼最近生意不好 我想了个办法 我得天天去那儿上班 然后维持生意 所以 我得去化妆了 先走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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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病了 啊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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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弟 师弟 啊 慢点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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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啊 啊 啊 吳一五公子所说 四位公子在八年前就爱慕郡主 还设计把你骗了象熊 不是缠你的身子是什么 老奴光想想 这好兴奋哦 他们竟然敢如此起舞 那么我是绝对不会让他们如愿的 郡主是要出家 出什么家 我是那种念来生生的女人吗 那郡主是要 我要黑话 把本宫的笔墨纸燕拿来 郡主要做什么 那贼丞相不是公务繁忙吗 我要替她喜风辞成 好让她清线下来 让她成为一个废物 郡主 这打白天的我们打个成这样子 来这做什么 还不是因为你 我不是叫你三点钟叫我吗 为什么我起来说已经六点了呢 郡主 我叫你五遍你都不起来 哎呀 现在不要聊这个了 郡主 二公子好像不在这儿 我们来这儿干什么 我们又不是来找她的 你不觉得她的那些汗血宝马太可怜了吗 生下来就要当战马 所以啊 我们要把他们通通放回草原上去 把阿腕击个半死 行动 嗯 待会儿呢 我数一二三 我们就把栈栏打开 把马放出去 准备好 一二三 好像是羊水 羊水 我妈要生了 那我们赶紧去找吻婆 不行啊郡主 要是现在我们去找吻婆 岂不是暴露了我们偷偷潜入营寨的事 这可是有为君规的 那怎么办 放心吧 节生 我会啊 怎么乔大哥春风满面的样子 是啊 最近大王不知怎么了 说我公务太过繁忙 替国家分忧太过辛苦 要给我长些俸禄 那真是恭喜大哥 不止大哥又喜 今早我到马厩巡视 发现进贡的那些汗血宝马 全部都顺利生产了 原本 昨夜被吻恨吓得喝多了的我 错过了产气 还好是名保佑 那真是恭喜二弟 大哥同喜同喜 郡主 东西都买好了 上好的波斯绸缎一百匹 顶级的翠玉镯子一百对 香南海珍珠的金簪一百只 还有些零碎的古玩首饰 一共花了五百两黄金 做得好 好 可是郡主 我们这么浪费钱真的好吗 有什么不好 我就是要花光那水户的私房钱 好看到她痛不欲生的样子 对了 待会儿把那些衣物 拿去分发给 拍在墙头那些 偷看阿端的女粉丝们 这些衣物是 都是阿端的贴身衣物 平时阿端最讨厌那些私生犯的骚扰 所以呢 我就让他们尝些甜头 好日后更加过分 不愧是郡主 真是高明啊 当然 那我们就开饭吧 不如我们饭前来聊个天 最近各位 有没有发生什么 让人开心的事呢 各位兄弟 最近公务可还顺利 老三 你先前不是说市场不太景气 现在可有改善 最近也不知道是哪个豪门 在都城疯狂购物 结果引发了跟风 带动了群体消费 向雄国人均消费水平 全都提升了 我的烦恼 也因此全部都解决了 而且那些卖的最好的店铺 我都有股份 挣得非常非常多 你挣了多少 五千两黄金 那便好 我找了凤了 老二的汗血宝马 顺利生财 老三 生一兴 老四 你莫不是 也有什么好事发生吧 我还真有 先前大王 命我为招兵一事做宣传 本来是不太顺利的 可最近忽然多了 三千名女子 前来从军 我一打听才知道 也不知道是谁 弄到了我的衣服 送给了我的粉丝 结果他们会错了意 还以为战事告急 连我都要将 我最喜欢的 华府捐出来 他们就毅然决然地 选择了参军 三千个娘们聚在一起 应该挺难搞的吧 飞也 他们士气高涨 几乎每天十二个时辰 不间断训练 现在啊 个个都成为耍剑高手了 小青青 棒棒的 那真是恭喜四弟了 真不愧是四弟 真乃我 昆府之光 这都要感谢无恨 是啊 是 一定是无恨命中忘夫 才给我们带来好运啊 是啊 是啊 谢谢你 无恨 你们都欺负我 我们又做错了什么 不知道 不用看我 我从来都搞不懂他的脑回路 我从来都搞不懂他的脑回路 郡主 为什么和我的计划不一样 你 郡主 要不我们还是放弃吧 我感觉你没有做坏人的天赋 放弃 不 我还有最后一个杀手锏 杀手锏 我要 离家出走 他们不是说很喜欢我吗 那么 我就伤害我自己 让他们感到痛苦 可是郡主 这里是象熊 我们人生地不熟 又没有朋友 离家出走去哪儿啊 其实我没有朋友 我在象熊可是有个 非常要好的朋友哪 谁呀 朋友 对 你是我在象熊最好的朋友 所以秦王妃你一定要收留我 不然我就要流落街头了 流落街头 想想还有点小兴奋呢 那不如你 刚刚离家出走的时候太急 忘了带洗面奶了 王妃 我能借你的用一用吗 郡主 我的这个地方呢 实在是太小了 既没有象熊国第一偶像 给你表演歌舞 也没有财政大臣 给你捶腿呀 不如 没事 忍忍就行了 王妃你不也没有吗 你够了 郡主 你明明什么都有啊 他们四个 宠你爱你 视你为掌上明珠 你倒是说说 你为什么要离家出走啊 还不是因为他们骗我 他们骗你 他们怎么骗你了 其实 我会来这里和亲 都是被他们算计的 他们当时偷换了我签筒的签 才会让我来到这个吃不惯 又住不惯的鬼地方 就这 他们那是在帮你 帮我 前一段时间 你爹不是受了封赏 告老还乡了 对啊 这是冥赏 暗扁 你爹寻思舞弊 贪赃王法 海棠皇帝 是要惩治你的家族的 就是因为昆家兄弟 执意要与你和亲 所以皇帝呢 才顾及两国的邦交 顾及你和亲郡主的颜面 饶恕了你爹 真的呀 不然 我干嘛骗你啊 以你的聪明才智 你爹是什么样的人 你心里会没点数 可是 王妃 你是怎么知道 这些事情的呀 我绝不能让她知道 我之前因为嫉妒 而潜细作去调查她 还被她调查到的身相 气了个半死 当然 因为我们是最好的姐妹呀 我想多了解妹妹一些 所以才特意派人 去打探了一下的 既然如此 他们为什么不直接 告诉我真相呢 因为如果直接告诉你 你父亲是那样一个人 你肯定会难过 阿端 但是我们确实骗了你 所以 我们要向你道歉 阿婉 你要如何生气惩罚我们也好 你要伤害我们也可以 但是 请你不要伤害自己 我们兄弟讨论过了 如果你想回海棠 也是可以的 那时我还不够成熟 也没有足够大的权力 但现在我已经是丞相了 你要做什么 我都帮你实现 母恨 你先跟我们回去吧 你要什么我都给你买 你要干什么都行 如果你真的想让我死地的话 我也可以勉强分给你 你们都来了呀 还有我 我纠正刚才王菲说的话 你不是四个人的掌上明珠 剩五个 剩五个 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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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我误会你们了 其实我来象熊很开心 清点 财政大臣是在 替我按摩呢 他们懂 我都懂 我可以交给你 我决定 这次母亲的继承 定要好好操办 应当由谁来操办 就 交给母恨吧 我 真的可以吗 你们从来没让我受过委屈 比起其他的和亲郡主 夫君们 也不一定对他们那么好 我瞧你啊 似乎不太吃得惯我象熊的食物 愿从长安给你寻了个厨娘 那个 是我给你准备的一些皮毛 可以做些袍子 给 这是什么呀 我自己研制的美白宝 不出几日 便可恢复往日白气了 而且你们还为了我 拔出万棵杨树 这还不是丞相的功能 他只扭笑船 便以他十年的军功与我交换 才拔出了都城的数万棵杨树 等一下 方才 你们说拔了几棵杨树 万棵 为了解我的思乡之情 你们为我表演歌舞 他想而来的那个人 想起了绿洲的女神 他父亲向我投身 让我一生不再 还有明明我什么都不会 你们却还都是无条件地相信吗 谢谢你们 你们什么时候开始怀疑我的 我们没怀疑你 我们根本没相信过你 我们与无恨相处已经半年多了 虽然他什么也不会 不过 他绝不是一个说谎的人 我们对无恨的信任 是百分之百 所以你们放心吧 我不会过去大唐的 我会永远留在象熊 坤府就是我的家 我的坟墓 我们回家吧 把我的心凉凉 请你不要不老 是我给的太爽 不想忘 人俩我是个呆卦 等等 我们好像忘了什么 等我一下 走 走 我们回家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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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下一届绝对不会放过你的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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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